5月1号是劳工节应该要放劳工假期的日子 不过在玉里镇的畜牧粪尿早气发电厂却发生了意外 工人在私作除气槽焊接工程的时候造成了气爆 现场一共有三名工人都因为爆炸的威力 造成了骨折和灼伤的意外 而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封锁了现场进行事故原因的调查 望远看过去地上满失碎石块 消防人员不敢轻忽忙着将电源拔除 因为就在上午10点多左右 位在玉里三明的畜牧粪尿早气发电厂却发生工人失作除气槽 焊接工程时造成气爆 三明消防分队接货爆炸之后立刻前往现场 因为担心发生第二次的爆炸 现场的消防人员赶紧将电源拔除 我因为在现场因为怕 我到现场之后因为怕这个现场可能会不会发生二次爆炸 所以说那个上去之后 因为刚刚开始过来集结人力也比较少 所以刚上去之后再 再比较用短时间之内把两位比较严重的犯者赶快送离开之后 那持续等后面的车主来再做确认 确定它不会爆炸之后 我们再那个再离开这个现场 由于爆炸声非常大声 船长也马上到现场来协助 看到有三名患者倒在地上 一看爆炸力威力不小 在发生在发现的第一时间 因为我们村子也听到蛮大的爆炸声 然后第一时间 然后我们一里三名的这个消防队 巨物车还有消防车 还有我们本我本人都有在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把这个上班送往医院救治 5月1号劳工节因失劳工放假日 不过玉里的畜牧糞尿找气发电厂却发生气爆 三名消防分队接获报完之后马上联络工厂的负责人 由于负责人居住台北也立即将所有电力关闭 小队长说这件序幕找气发电厂目前还没有营运 负责人得知气爆消息之后 也已经要回到玉里来处理 目前已经封锁现场调查事故原因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